Leo聊事件以天天同心 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來看薩拉森人對上Poshimia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圖 好,先來看一下大約出生點位 9點鐘方向的薩拉森人 是Hera選擇的文明 薩拉森人的文明特色呢 是他的布弓兵 對建築物的傷害特別高 所以封建時特別小心 薩拉森的布弓兵直接射穿 打爆自己 薩拉森人他最大的問題是 沒有任何的經濟加成 但是他市集的價格更便宜 不管是手續費或是市集的造價 都很便宜 所以薩拉森人實際上是要靠自己的買賣 去獲得一些經濟優勢 但這個效果往往在中後期才會比較有感 前期的部分薩拉森人是比較難受一點的 薩拉森人他是一個科技全能的文明 雖然沒有大槍並沒有騎士的升級 但是他有大洛馬、重裝駱駝、馬弓、強弩、火槍、拇指環、安息人戰術 還有劍勇、軟甲、火炮、工程工程師 生旅科技全開 基本上要打什麼就打什麼 所以薩拉森人的文明劣勢 就只有騎士不能升級的問題 但是之前我們的影片上有介紹過 薩拉森人的騎士爆打贏對手的 這個畫面 所以薩拉森人也算是不是那麼有劣勢就是了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YO選擇的文明是波西米亞人 波西米亞人特色是有免費的挖金挖石技術 所以封建時代很適合打小弓 那繼續打小弓到城堡時代的話 還可以在大學點下化學 因為化學這個科技在波西米亞裡 只要在城堡時代就可以研發了 不用到帝龍時代 所以他的強弩在城堡時代最高傷害可以來到8點 所以打這個延續節奏的效果是很好的 波西米亞也是一個僧侶全開的路線 那他的金冠不是派改革 可以讓自己的僧侶跟研發僧侶科技 不需要黃金就可以研發 只需要耗費弱而已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那地圖目前看起來YO的地圖 是比較微妙的 兩個黃金都在前面 主金的話 主石的話也在前面 還好副時代後面那就還行 地圖上我覺得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只有兩塊附近比較難受 要圍價的話也是能夠圍的 這裡還可以連著黃金一起圍出去 圍起來 好這樣子圍 看一下HERA這邊的黃金位置 一個在右邊一個在左邊 那主金的位置在家裡面 這個金就還不錯了 這個還可以自己圍起來 左邊這裡也可以圍到底 圍大的話很OK HERA這邊跟YO地圖都還算不錯 問題都是一樣附近的問題 但HERA的附近比YO更好 所以YO這邊是有一個附近要怎麼防守的一個 極大問題 那他的野精的部分呢 比較尷尬的是 HERA的野精是在中間的地區 但是WY的野精在後面 所以這一點又補正了WY的附近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這張地圖 相對來說很平衡啊 好木區的部分看起來HERA是比較難受一點的 可是他的木區都是離的比較遠 但還好如果這邊有維持的話 後面這兩塊木區可以讓他吃的很爽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兩邊封建時代怎麼打 好 YO這邊是選擇了棒棒開局 那棒棒轉攻也是適合潑細秒 我們有講到免費的挖金技術 待會這個金晃繼續挖轉出裝甲 或者是不轉裝甲雙棒棒轉弓兵 也是很適合 那YO這邊的文明的話 他的槍兵還有對起兵的增傷非常多 所以弓箭轉加槍兵的一個打法 是非常非常適合 波西米亞這個文明 好那YO果然是打出了弓兵 好弓兵開始按了 這個棒棒看看能不能騷擾到 這邊細節被換掉了一隻棒棒 剛剛棒棒沒控好 沒用助手模式被吸引走 或者是有暗 但是被脫米吸引走也有可能 好 兩隻棒棒死光 HERA這邊是轉出了弓兵 好 那目前波西米亞轉出了布弓 好 跟槍兵直衝對手架 這三隻肉馬 家裡按個槍兵防守吧 槍兵槍兵 又有暗一隻 好 來到人家門口了 那邊互打 好 打一下後面的弓兵要小心 看一下這一波 繼續往後拉 娃娃 這波弓兵有點殘掉了 這個血量 刺猴可以直接吃起 剛講我就吃了 對 好 那這一波應該就是沒了 想說這個應該直接硬傷就結束了吧 還要再往前嗎 如果是我的話就想要拖個時間 往後走 走高地 但那一切都是我的想法而已 有時候在真的在玩的時候 沒有那麼多手術 可以去扣那些一兩隻的兵 可能還是會先把家裡先圍起來 比較重要 好 玩有果然是把家裡先給圍死了 好 標準的圍家 待會正面還是要圍死 欸 結果這波怎麼突然開打起來 弓兵直接出來射爆了一堆弓兵的肉馬 YO 這一波弓兵殺的 HERA 迫 觸不及防啊 哇哇哇 這個雙射箭場嗎 還是單射箭場 單射箭場 直接射穿了HERA的前線部隊啊 好 那現在的弓兵都去對手家裡 我還以為YO這邊要囤一下兵 才要出來 結果馬上就出來了 好 這邊 有高地優勢 反殺HERA的弓兵 弓兵 弓兵全吃 肉馬再會一繞 沒有機會 弓兵走進來了 毛病要趕快按人吧 結果HERA打的是 莎拉森 雙射箭場 哇 他想要直接射穿YO啊 好 那這個弓兵拉得很漂亮 直接射倒了一匹馬 第二匹馬也殘了 哇YO這個弓兵扣得很秀啊 好 現在來YO 補下了4級 準備也要用4級上去了 那Porsimia其實對4級也有加成 他的這個4級的製造馬車的速度 還有研發科技的速度比較快 所以在團戰來說 有人選Porsimia 也可以加快自己的跑貿易的 這個貿易車隊的產能速度 所以我覺得Porsimia 不管是在打團戰啊 或是在打單挑來說 都是一個很強勢的文明 甚至在黑森林啊 或是這種陣地戰啊 或是一些地方來說的時候 Porsimia 榴彈炮 往往都是最強大的陣地戰的文明選擇 甚至是超過於這個賽爾特人 有些新手玩家會覺得賽爾特人在陣地戰 或是黑森林來說是最強的文明 但我個人認為Porsimia最強的文明 才是最強的文明 而不是賽爾特 所以Porsimia人呢 他後期只要讓他成型 流彈炮的升級 跟槍兵火槍戰車 森呂 這些東西全出了之後 有這個手術全部操作過來 基本上你要突破這個陣型 是非常非常困難的 不管是在單挑上 或是團戰上來說都是這樣子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這邊 Hera 已經點下城堡時代二級射也點了 好 13 隻弓兵 弩兵升級二級射 如果這個弓兵沒有擋住 可以直接射穿YO家 現在YO沒有提升弓兵 而是選擇了戰毛兵 他覺得自己的弓兵可能會射輸對手 因為對手的弓兵數量比較多 還是要挖石頭轉戰車 好 沒有 先選點下了化學 然後一升地龍時代 城堡時代就點化學了 點的是相當快啊 好 這裡12隻弓兵往前走 再往前點掉了剩下的弓兵 這裡不用看了 這裡全部送光 但是YO內陀弓兵也爭取到了非常多時間 讓自己家裡有一個安逸的時間 可以慢慢的發展好經濟 但是卻也沒有開下城鎮中心 反而是補下了射箭廠跟工程器製造所 好 戰毛兵在這邊繞一繞去 然後弓兵就有點不太行 好 再給堵一個口 殺身打木槍速度快 火槍過來擋嗎 射兩槍 有點歪 射倒了一隻弓兵 殘血的火槍要被射死 往後拉吧 哎呀 被弓兵射穿了 火槍現在有點難射得到 OK 退走 還是放棄了 好 但是HERA也來到前方了 正面跟你打工程器製造所 變成投車大戰了 你投我 投你 看你投車技術更好 好 結果這一波 戰毛兵要不要硬點 我覺得可以硬點 但是硬點的話一直是騎士傷害 點不了 射了 反而又是蓋起來 沒有讓他蓋起來的話 歪會過得很舒服啊 好 那現在HERA直接上面硬點 把這邊的火槍點到只剩下一隻 這就是我們說的 弓兵是可以壓制火槍單位的 變火槍射的慢啊 新手不瞭解為什麼槍會射輸弓箭 這就是弓箭的優勢 射擊速度夠快 火槍你還要換子彈 還要上膛 還要點火神槍 哇 這個光這些動作 弓箭就可以射好幾發了 這個吸力果這方面是做的蠻寫實的 平衡性做的蠻好的 好 那接下來彈道拳已經點上了 YO這邊化學點完之後 火箱就去按 在毛邊按到八隻 按了一台投石車 HERA則是轉出了騎士 這就是我說的 頂尖高手們 根本不會care自己列試什麼 該需要這個單位的時候 他也是會去按 他那維技能的馬比較弱 他還是在需要的時候 騎士還是會去按一下 沙拉森也是 雖然沙拉森不能升級 但是該用的時候還是得按 好 那接下來 這邊騎士過來 砍掉這兩隻火槍沒有問題 這火槍可能要殺一村了 哎呀 兩村 這個點發漂亮 HERA-2 現在YO經濟已經領先了 結果這個投石車 直接被火箱給點掉 火箱這個點發威力太猛 還是得需要靠戰毛兵 反制一下弓兵 YO中點下了宗教狂樂 Posimia是可以生旅科技 影響到村民的 這個神聖思想跟宗教狂樂 分別是增加血量 跟村民的移動速度 增加移動速度的話 就可以增加這個經濟效益 所以這個Posimia 在中後期的經濟還算不錯的 好 那HERA這邊 我們來看一下4級的部分 4級應該是有的 4級可以看到 它的價格非常的優勢 可以賣100肉 換了 買100肉只需要116塊而已 賣100木頭 可以換105塊黃金 非常的優勢價格 我們再看Posimia Posimia就是857790 這個價格比 薩拉森怎麼輸 用這個買賣來說 薩拉森是經濟很好的一個文明 好 那接下來 兩個 4個射箭牆 4個射箭牆 一臉就是我要繼續火槍開砰了 但是工程器製造所一直在給壓力 還是要按個衝車先頂掉呢 還是要頭車先開閘 這個頭石車怎麼躲出去 怪怪的 本來想要預判對手 結果好像要被換掉了 火槍射掉一匹馬 第二隻馬倒地 臨死之前打了一下 但是薩拉有逼陣躲掉了頭石車的傷害 這個頭車果然走他 有人決賽送掉 家裡沒有東西可以防守 那黑羅阿遇到弓兵 加上 遇到火槍 配上戰毛 三旅的這個搭配組合的時候 也可以去轉出 馬攻路線 去打這個 那馬攻路線的話 遇到戰毛病的話會很難打 所以後期可以走馬攻 配肉馬 也是很適合打波西米亞 這個組合 而且待會轉馬攻的話 也可以壓制住 波西米亞的槍兵優勢 所以我就會走不攻兵的話 不如帝王時代走馬攻 或是現在開始轉馬攻 也是可以考慮的範圍 波西米亞的組合的話 就只能轉戰車了 戰車路線的話 移動速度較緩慢 再搭配槍兵 榴彈炮 森呂的話 還是有擁有一個不錯的主動權 所以兩邊都有克制對方的方法 只是看誰先有轉出來 就OK了 不過我剛剛講的都是帝王時代 比較極大可能會出現的搭配組合 波西米亞跟薩拉斯人來說 都是一個可以選擇 兵種範圍比較廣的一個文明 所以在思考搭配的時候 要去多多想 對方有什麼 我有什麼 其實不管玩什麼文明 都是一樣的 但是薩拉斯人跟波西米亞人 他們要思考的東西就更多了 因為雖然你什麼都有 但是什麼東西先出來 這件事情 就會在打4D國裡 會有一個很大的差異性出現 你能先想到的東西 對方沒有先想到 那你的優勢就很大 所以在跟限時動的創業 其實也是蠻像的 你能想得到的東西 別人也能想到 但是就是誰先想到的問題而已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到 左邊城堡補下 右邊這裡跟城堡 城堡要小心 然後這裡直接掌個一發 火槍往後拉扯 城堡蓋下 左邊一個城堡 然後點掉了一發 左邊再點掉 戰寶兵往前 火槍要小心 然後拉取消 OK沒問題 玩到這波 有給到壓力 跟城堡蓋得還不錯 高地堡 而且還可以守住到黃金了 好這根堡壓下去 但是HERA的地用時代還有一分鐘 好我要直接把戰場 戰場開到對方家裡 好HERA這邊開始在補馬舟科技了 那有可能走駱駝嗎 我覺得不可能 駱駝雖然對薩拉森來說 有血量加成的優勢 但是打這些工兵單位 駱駝其實是很劣勢的 應該有可能會繼續走騎士 不然就是走肉 只有這兩個選項了 好這裡點下了一攻 翼龍時代還有兩分半 HERA的巨型投資機準備出來了 這個拍 漂亮了 OK這裡有一波 出去挖野精的村民 高地補一根堡 空住這個高地 好衝車開拆 現在衝車頂建築物是真的快速啊 好這裡趕快修 趕快修 第二世代還有30秒左右的時間 HERA在下面補了一根城堡之扣 去法格木 巨型投資機正在攻城 火箱往後拉走 城堡蓋好 這裡沒有太多動作 這裡怎麼一直存在城堡裡面 好這個城堡要被拆掉了 現在HERA要趕快轉出肉碼了嗎 趕緊馬凱 好火炮出來 趕快趕快 這邊火炮慢了一些 但是有補兩個工程器製造所 還是有機會嗎 大車陣之數來不及 被退款了 好重新補上大車陣戰術 可以增加火器單位的移動速度 包含這個火槍火炮 都會有移動速度的加成 結果尷尬了 這邊的火炮在裡面有機會出來嗎 快走打一炮 這一次再出來再打一炮 好 當然HERA用口證了 用口證就不太容易打爆了 口他 OK HERA口了一波 火炮全躲掉 好 HERA落馬升級 點下一弓也點了 果然還是要走落馬 這個對局 最後期 組合搭配 就是這些了 不會有太多奇怪的轉變 接下來就是要拚操作了 只要出兵出著對 後期交戰就沒問題了 好 達羅馬點了 現在HERA在存經濟 好 把洛馬傷害點上去 接下來 洛馬出場 馬攻 就可以先慢慢轉型 或是直接繼續走 不攻兵 或是走 馬爆路線 都是可以的 或是走僧侶嗎 走僧侶的話 是有點浮誇了 因為僧侶的話 帝龍時代影響力 其實不是那麼大 最主要是 你沒有辦法一次控 二十幾隻的僧侶 所以這個 僧侶到帝龍時代 CP只有控個一兩隻 稍微去控一下 對方的火炮 就差不多了 好 榴彈砲已經點下了 歪歪 這邊成型了嗎 結果這裡 沒有轉槍兵 漏馬開始無雙 不是 先轉漏馬 就漂亮了 好 歪歪這邊點下了槍兵 還有一擊的步兵鎧甲 現在 HERA二攻也點下了 OK 傷害趕快繼續補 這毛兵 對這些肉馬 完全沒辦法 火槍現在沒有時間控 右邊補了一根城堡 肉馬繼續追火炮 火炮這次沒人修 馬上被秒殺 這個血量 血量 嗚 倒了 肉馬抓得漂亮啊 用這些肉馬 就賺了450斤 這波不虧 下面這根城堡 看來也要守不住 YO這邊轉兵稍微慢了一點 火箱走了進去 但是撞到了TC 肉馬過來解 YO這波火箱送的有點突然 沒有用站崗模式 有點虧 沒有關系哦 大家是 就算有沒有碰 還是要被肉馬給解掉的 好 現在肉馬無雙 火箱命 肉馬路線是比較弱的 沒有這個大肉馬 也沒有品種 也沒有山頸馬卡 所以火箱命的輕奇兵路線 實在是不太能 欸這個修一下 看我剛才怎麼不守 你怎麼不修呢 好 修一下修一下 YO 二級防點了 三防點下 好 現在 HERA的想法是肉馬配戰狼 好 就可以打的 YO這麼的搭配組合 這確實沒錯 結果這個火炮直接 不容易發傷害 點掉了 流彈炮 HERA就是HERA 我剛剛想說 肉馬解不掉 不用看了 結果火炮打了一炮 哇 倒了 這就是世界冠軍 好 好 這裡再點 嗚 又打了一炮 但是這次火炮跟流彈炮互換成功了 哦 這一波又預判到HERA的移動路徑 好 點下了工程工程師 三級攻略 點下肉馬開始被槍兵戳到頭破血流 三槍一隻 只要戳他三槍 就可以拿下一隻 要扛住三槍的 真的是不容易啊 扛三槍 好 來 這裡火炮再打一炮 流彈炮炸開了 現在板甲技術點下 二級伐木也點了 現在HERA的三攻 慢慢提升上去 OK 達洛瑪神星了 不走馬弓 走戰毛跟達洛瑪 所有的黃金投資在 巨型投資機跟火炮身上 這個打法戰術確實不錯 可以省下更多的黃金 好 那YO這邊就麻煩了 遠YO 這裡沒有轉 寶兵 波西米亞戰車 這裡沒有轉戰車的話 對於對方的戰毛兵就很難擋 這裡只能用榴彈炮去打 但榴彈炮解決這些 戰毛兵的話也要找個實際殘殘點 這個火炮還會有可能被壓制住 OKOK 但是說壓制也沒有太好壓制到哪裡 還是解掉了非常多的戰毛 這波弱馬控制到了農田裡面 YO現在經濟有點炸開 直接打出了GG 我們恭喜HERA拿下比賽勝利 哇 結果HERA後面果然是想要轉馬弓啊 安息人戰術都研發了 這個很明顯 待會是要走馬弓 克制槍兵的路線 但是結果沒想到 不用 直接就G了 這就是YO這邊比較尷尬一點 槍兵沒有辦法鎖住加里的肉碼問題 那如果要走大城鎮戰術的話 雖然正面扛線能力夠強 但是Sara身人也有火炮 甚至待會轉出生旅出來 自己也會很難受 不管怎麼打的話 YO這邊最好還是要趕快轉出槍兵 跟防守加里把加里給維好 才有可能鎖得住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最後是由HERA拿下支援上的勝利 資源上看來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那資源部分的話 HERA可是賺了很多黃金的 可以看到這邊 價格還是很便宜 賣100肉可以換到114塊的黃金 賣100木材還有98塊的黃金 只能說HERA在後期的優勢 會比Porshimia經濟上方面來說 更加強大 好啦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下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分享一下